国产手机系统不能再搞内战了 说实话 现在的国产操作系统太多了 小米澎湃OS Vivo蓝山BlueOS OPPO潘达纳尔系统 以及华为的鸿蒙系统 每一家手机都要打造自己的操作系统 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本帽一直觉得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是这次大家出的系统 都是面向未来的万物互联 而且有不少企业表示要抛弃安卓 从底层开始搭建系统 如果宣传是真的 那么说明我们企业已经具备了提前布局的思维 这是值得鼓励的 当然了 这是抛开阴谋论的前提 大部分人觉得这些操作系统都是套科安卓 目的是让中国手机企业内耗 最后让安卓坐收舆论之力 这种担心其实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国产操作系统们 毕竟现在的网友都不是傻子 经过了几年的中美大战 消费者看重的是中国自己的技术 如果哪个品牌敢一直套科安卓欺骗自家的粉丝 那么他就是在自取灭亡 其次国产操作系统单单靠鸿蒙也是不够的 在国内鸿蒙的市场份额是8% 如果算上全球只有2%所有 对于中国这么庞大的消费群体来说 四亚份都不够啊 可即便这样已经是华为竭尽所能的成果了 因此小把国产操作系统做大 那么其他手机也必须加入进来 只有大家一起搞 我们才能做出真正强大的国产操作系统生态 既然大家一起做比较好 我为啥还要呼吁不要搞内战呢 其实这还得从搭建操作系统本身的逻辑出发 咱们一直说 自研操作系统并不难 难的其实是生态 没有生态就没有消费者愿意使用 生态决定了一个操作系统的生死 并不是开玩笑的 像安卓操作系统真正花了5年时间才搞定生态 中间但凡有一次放弃 咱们现在可能就看不到安卓系统了 可见搭建生态有多难 但是现在这么多操作系统涌进来 是不是也得重新走一遍华为的道路呢 然而这条路是很难走通的 一个生态系统有三个部分组件 一部分是自己提供的 比如商店 手机自带的音乐 浏览器 其他的就是上游的硬件 以及下游的软件开发者 操作系统需要提供工具包 接口等等 给它们开发和接入使用 站在操作系统上 提供这些东西并不难 但问题是 对于硬件厂商和开发者来说 这就很无语了 每一个操作系统的接口和工具包都是不同的 这意味着硬件厂商和开发者 需要为这个操作系统单独开发一款软件 举个例子 比如一个微信软件 是无法同时在iOS 安卓和鸿蒙上使用的 得做对应的适配处理后 才能提供给用户 然后还要时不时的升级和维护 工作量并不小 华为当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彩礼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华为当初为了搭建鸿蒙生态系统 可是既当爹又当麻 不但给硬件厂商提供技术支持 还出钱出力 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工具 给开发者使用 不管是硬件厂商还是开发者 只需要套入模板 就可以开发 试用鸿蒙的硬件和软件 可以说 华为已经把饭 喂到了程序员的嘴里 这才硬生生地啃下了 安卓的一块肉 也就是说 操作系统软件越多 它们要去适配的就越多 如果未来每个手机 都来一个内核不一样的操作系统 那么就意味着 一个软件 起码要开发出五六个版本 对于腾讯这种大户来说 开发多少个都没啥区别 但是对于小型企业来说 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 有些小型企业 可能就会选择性开发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国产操作系统 生态的丰富程度 生态系统越丰富 构建的护城河才能越强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那么各大手机厂商 花费的精力就很大了 对于软硬件开发者来说 要花费额外的精力 所有才说 国产操作系统 不应该在内战了 大家应该坐在一起 相互共通 一起把生态做大做强 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市场份额 甚至走出国门